一晚八点 六军老太宁丧升级公路 灵性碎片 些许线索 如何为警方指明破案方向 这个碎片 这一个感觉 照着一个 我这个现场那种状况 不像这个路人 如一摔倒 照着一个场上 夜幕之下 神秘黑影 能否为警方破案 提供有例证据 下一个路口的时候 警方视频 这个看不像 那个面膏视频 有实际的证据 今天收看本期品安三路 生死时速 大家好 我是辽宁省辽阳市交警高伟汉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辽宁省辽阳市的水银公路 2015年12月9号晚8点27分 就在我身后的公路上 一名六徐妇女倒地旁边 还留有一大滩的血迹 发现伤者头中脚膝 仰卧 躺在这个道路的南行车廊内 身体躯干部位 压在这个鸡飞分道线附近 现场血液的面子 大约在0.5乘0.3米 对 初步考虑 是一个龙脑死亡 照常那个棍战手 由于在死者身上 没有发现任何身份证件 警方只得通过肉眼观看 初步判断 此人为一名60岁左右的妇女 据了解 事发路段 唯一条省级公路 周边人眼稀少 而在事发的晚上8点左右 车流量又很大 那么这么大岁数的一名妇女 怎么会惨死在这样一条省级公路的 鸡飞分界线上呢 在现场呢 仅遗留了两个比较破碎的 乙瓜鸡片的碎片 以及少量的玻璃的碎片 有乙瓜鸡通往来 乙瓜鸡还坏了这样 根据我们现场勘察 那么初步可以看努力 那么这个碎片就应该是 赵氏车流下来的 超过这个现场那种状况 不像这个路人由于摔倒啊 造成那种成长 所以我们推断他是一起交通 赵氏 是人死亡的逃逸案 既然确定了这是一起交通 赵氏逃逸案 那么当前的首要人物 就是找到赵氏车 而赵氏车现在到底逃向何处了呢 这名被撞的六群妇女又是谁呢 为此警方立即兵分三组 一组负责核实六群妇女的真实身份 一组负责调取事故路段的监控录像 试图从中找到事故的真相 而第三组则负责走访围观群众 寻找目击证人 当时天气比较黑 往这儿没有路等 我在灯光的照射下 我掩护地看到地下有一个东西 往这儿我离近仇好像是人 他没有看到 怕再发生事生事故 所以说就给我们报了警 监控在事发地点的南车 有监控视频 这个事发地点没有监控视频 现场没有道路交通监控 而报警人又是在事发后才发现事故的 所以办案民警很难在第一时间 判断出赵氏车辆的行驶轨迹 以及事故发生的准确事件 那么要如何才能够尽快锁定赵氏车辆的踪迹呢 为此 办案民警只得先行对事故现场进行仔细的探查 试图通过赵氏车辆遗留的碎片锁定起踪迹 乙瓜气片撞击之后 它与那个乙瓜气连接杆脱落之后 由于惯性 车辆把行李人游向前进行一个推送 通过现场勘察车辆里雨瓜气片 落在了死者尸体北边 我们初步推测 讨逸车辆的行驶方向应该是由北向南 在道路西侧将行人创导后继续向南讨逸 通过民警对现场的勘察 以及车辆与死者碰撞形态的分析 警方可以大致判断出 赵氏车辆已经往南逃窜 但是由于事发时 事故路段车流量很大 法案民警该如何锁定真正的肇事车辆呢 受害人的头部颅骨骨折了 还有这个腰部骨折了 只有平头的车辆 那么最先接触行人的部位 应该就是雨瓜气片 由于事故现场遗留下了两个雨瓜气片 而受害人又是头部和腰部受伤 为此警方判断 只有平头小心客车的外形与车高 能够跟受害者的身高相吻合 并且有可能在撞击的时候 雨瓜气片直接碰触到受害人的身体 导致脱落 案件似乎重新看到了希望 但由于无法确定事故发生的准确事件 办案民警值得立即调取了 报警时间前一个小时内 事发地由北往南方向的 所有道路交通监控录像 试图从所有通过监控的车中 寻找平头小行车的踪迹 当时在案发时间段前后 行驶过事物地点的那种平头车辆 大约有十台到二十台左右 我们的视频质量有限制 无法找到这个过往 那个十多台车辆的车牌号 以及车辆信息 监控视频角度首先 夜幕之下神秘黑影的背后 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监控视频的这个探头下 这个面包是有刺激的重要性 近期收看本集平安三六 生死时速 由于监控视频的角度问题 警方无法立刻从视频中 锁定真正的肇事车辆 为此办案民警在继续排查监控视频的同时 另一组人拿着事故现场 唯一遗留下来的肇事车辆的余刮器 到附近的车辆修理场及4S店 进行大量的走访排查 希望进一步确定肇事车辆的品牌型号 意见比较多的就是 这个余刮器片应该是一个通用性的余刮器片 就是多种车型都要装备这样的余刮器片 通过走访4S店以及汽车修理场 办案民警没有得到任何有利的线索 至此所有的线索都已经中断 案件的侦破一时间陷入僵局 难道是侦破方向错了吗 就在这个时候 负责核实死者个人信息的民警传来了消息 死者的身份得到了证实 死者名叫李勤 五十九岁河南相城人 他与老伴育有一子两女三个孩子 早在二十年前 他们便把孩子留在了老家 独自来到辽阳 靠收购废品 养活一家五口人的生活 一年前身患重病的老伴先他离开人世 子女本想把他接回河南一起生活 但他却坚持一个人留了下来 原因就是 辽阳这他与老伴共同生活了二十年的地方 他对这里十分熟悉 更重要的是 他也想多挣点钱 不给儿女增加负担 没想到 就是这样一个善良的老人 却在寒冬腊月 一个人惨死在自家门前 我恨死这个人 哪怕你跑之前你打个120 比如让医院的人来救一下我妈 说不定我妈还死不了 我就特别恨那个逃逸的人 你说你跑什么呢 除了是你不应该先救人吗 然后我妈一个人就孤独的就躺在那个路边 到人家后来路边的人发现了才打电话 身边一个人都没有 面对着死者家属的痛苦与愤怒 办案民警只有尽快破案 才能还死者一个公道 就在此时 一直坚持分析视频监控的民警 传来了消息 在侦察员这个走仿的过程当中 在他这个废民收购点 我们发现了两处监控碰头 发现死者在当晚案发时间八点半左右 从他的废民收购站院内锁门向外行走 所以我们确定了他这个招式时间 实在在他锁门之后 横着马路的过程当中 我们初步可以锁定 招式时间应该在八点半之后 一到两分钟之内 确定了事故发生时间 民警立刻缩缴范围 仔细查看在可疑时间段内的所有监控视频 果然有着新的发现 在案发地点上游300米附近的监控视频中 有两辆车先后通过这个监控视频 微型面貌车在前面 重型面貌车在后面 它俩大约相差了100多米 而在事故发生地逃逸方向的监控视频当中 这两辆车在驶出视频的时候 前后顺序发生了调换 并且中型面貌车通过视频之后 长达一分钟之后 微型面貌车才再次出现在逃逸方向的视频当中 在事发前的监控中 微型面貌车明明行驶在中型面貌车的前方100米 但为什么在事发后的监控中 它与中型面貌车的位置却发生了变化呢 而且为什么在中型面貌车通过监控一分钟后 微型面貌车才出现呢 在这一分钟内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大约在这个肇事地点往南 大约在两公里左右 一个定路口上 我们通过这个视频呢 就是看到有一台微型面貌车 停到了这个路边 一个比较隐秘的地方 并且期间在过往车辆 行驶过这辆车大能恍照的过程中 发现在这个车的周围 有一个人影在围着车 在不停地走动 下一个路口的时候 监控视频这个探头下的 这个面貌车就失去了中心 线索中断 垃圾厂内一块破损碎片 又将案情因向何方 能不能是这个 这个协议车辆留下的碎片 进行收看本期平安365 生死实诉 肇事车辆现在到底会在哪里呢 为此办案民警试图将 所有线索重新归整 进行再次分析 最终决定 亲自沿着肇事车辆的行驶轨迹 开一遍车 试图在沿途中寻找蛛丝马迹 在案发后的第三天清晨 我们在他停车的位置的绿化带内 找到了少量的过程碎片 这时候我们就几个同志 就分析 能不能是这个 这个协议车辆留下的碎片 有着这一发现 办案民警立刻对环卫工人 进行了仔细的询问 了解到当时扫走的大量玻璃片 已经清理到了附近最大的垃圾厂 为了不放过任何一个线索 随后办案民警 活速赶往该垃圾厂 但是当民警到达之后才发现 情况远比他们想象的 要复杂得多 该垃圾厂的大小 有半个足球差大 而且工作人员也表示 已经过了一天的时间 前一天的垃圾被清理掉的 可能性非常大 要想在如此大的一个垃圾厂内 寻找一小块破碎的玻璃片 简直就是大海捞针 但即便是这样 三个负责取证的民警 还是抱着万分之一的希望 忍着臭气熏片的味道 拿着小钩子 小铲子 开始亲自翻垃圾 经过了五个小时的寻找 终于有了新的发现 通过一上午的寻找 最后终于找到了 一块玻璃碎片 较大的玻璃碎片 在这块玻璃碎片的角落 贴着一个检车贴和保险贴 而在这个检车贴和保险贴的上面 显示是一个辽地牌照的辅顺车 掌握了这一线索 民警立刻按照检车贴上的车牌号 对这辆车进行查询 发现该车是一辆辅顺级 武林红光面貌车 完全符合肇事嫌疑车的外观特征 虽然车型相符 可检车贴所对应的车 却不是本地车辆 为了进一步确认 该车是否就是肇事车 民警立刻调取了该辆车的进出城事件 果然有了突破性的发现 这台车在事发前半个小时左右 进入我们疗养 而且行经了 到处地点 半夜一点多钟 死受了疗养 而且在他进入疗养的时候 碰到玻璃上 确实有检车贴和保险标志 第二天凌晨一点左右 由灯塔驶出两样境内的时候 他的车辆 右上角的检车贴和保险贴消失了 而且车的前脊盖部位 有破损凹陷的现象 我们推测 他应该是在当天发生了一些情况 检车贴与保险贴脱落了 掌握了这一线索 民警立刻感到腐顺 找到了肇事车辆的司机李明 而面对着铁样的证据 李明对自己肇事逃逸的事实 也供认不讳 现在虽然案子已经破了 但是惨剧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 李明怎么就把人给撞了呢 黑到下火 那点缺黑 缺黑啥看不到 根本就看不到 在当时那人 就创造了 才发现 那是错人的 事故至此 真相打白 2015年12月9日 20点30分许 李明驾驶灰色小型面包车 沿辽阳市文盛区沈云县 游北往南行驶 当车辆行驶至新城交通港北侧时 将正在游西向东横过马路的李勤撞倒 事故造成李勤当场死亡 由于发生事故后 李明并没有及时救人 而是选择了肇事逃逸 故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如果李明当时没有选择肇事逃逸 那么他完全不需要承担 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李明今年46岁 辽宁福顺人 早在几年前 妻子便与他离婚 留下了一个19岁的儿子 由他独自抚养 李明没有固定的工作 每个月靠给别人开车拉货赚来的钱 维持着他跟儿子的生活 最多的时候 每个月也挣不到2000块钱 事发前 李明本想赶在元旦之前 到辽阳干一个月的零工 多挣点钱 好在新的一年 给刚刚上大一的儿子 添置点新衣服 省得孩子在学校被别人看不起 但没想到 因为自己一时的错念 这一切都化为乌有 而李明也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 我觉得这么两件事 没人我不走那条道 也不可能发生这件事 如果到时候这样的话 没当时我不跑 我在那我再多等一会儿 也不至于这样 他一切光说后悔也晚 也没用心 我现在孩子的话 他只能对不起 回去之后 我肯定是 肯定是赔偿 慢慢赔偿 肯定赔人 我现在只能说对不起 说别人没有用心 换了我也不可能 也不可能轻易就亮起 总是人家你给弄没了 他只要多多少少 他只要不那么恨就行了 取得完全亮解 不现人 只要不那么恨就行了 现在李明因交通肇事逃逸 已被公安机关 以涉嫌交通肇事罪 移交检察院 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制裁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事发时 李明正是从 疗养打零工回府顺的路上 而李勤则是结束了 一天的废品收购工作 准备过马路 回家休息 没想到 惨剧就在此事发生了 虽然在采访中 李明一直在通过记者的镜头 向受害者家属表示道歉 但无论如何 肇事逃逸都是违法的 悲剧是无法挽回的 对于失去亲人的一方来说 再多的道歉 再多的赔偿 都无济于事 这一辈子都是他对我们付出 我们还没有对他 任何付出 他就没有了 我就希望我们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不要那么累了 不要干了 在此 我由衷地提醒广大的行人们 乡村公路 特别是在交通设施不完善的情况下 为了自身的安全 夜间出行 一定要带上手电筒 对于驾驶员朋友来说 一定要持正上路 除了交通事故 杜绝 肇事逃逸 这是发生在江苏省南京市 渡河区的一起事故 2016年1月25日 19时25分区 赵某驾驶电动三轮车 沿路河区雄州街道龙齿路 由东向西行驶 与此同时 王某驾驶小轿车 沿宁定公路 由北向南行驶 当辆车行驶至 十字路口中间时 发生了疲弱 随后 撞上正在等红绿灯的 曹某的小轿车 事故造成赵某受伤 三车受损 事故是由于赵某闯红灯 且王某驾驶的小轿车 未符合安全技术标准 以至于不能及时 做出制动措施造成的 故赵某承担 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 王某承担次要责任 在此平安365提醒您 车辆在途经十字路口时 一定要按照交通信号的动识 此事空刑